李征 哈喽 主持人好 12位老师好 老师好 哈喽 老师 先站到定点上 好 来 不对 那个黑的 你看几年不见 对于我们的舞台有点陌生了 来 有没有企业家告诉我 见过他吗 看着面特别熟 是吧 段总 好像像邻居一样的 我见你也特别的面熟 当年是不是就他第一轮灭你的灯 我还真忘了 你肯定忘了 灭你的灯的人肯定很多 其实还好 站在我身旁的 这位脱口球演员李征呢 几年前曾经参加过 我们的《非你莫属》节目 而且顺利地在节目当中 找到了一份心仪的工作 这份工作现在还有在做吗 公司倒闭了 我觉得公司倒闭 其实和你没关系 其实和你没关系 是的 我也对 只能说明什么呢 你今天来 你没参加求职 是你给12个企业家面子 你要参加求职的话 我估计又在倒闭你吧 对 给大家留了一条活路 对 开个玩笑 好 那你现在的身份 是脱口秀演员 对 脱口秀演员 17年的4月份 然后接住这一行业 到现在 刚才崔梦在台上的时候 我想问她一个问题 现在把这个问题抛给你 好嘞 你们脱口秀演员 有没有专职的工作 是这样 是17年的时候 这个行业 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差不多是一周一场商演 那一场商演 我们每个演的价格 差不多演一场15分钟 200块钱 全金一个月就800块钱 当时每个人必须得找一个全职工作 但是去年一下这个行业就起来了 我们就可以辞职了 然后现在月收入 在线下演出的话 其实还是挺可观的 平均数能够大概说一个吗 一两万是有的 一两万是有的 对 对 你们那个负责人的名片 就在后面我就上台了 行 那一个月有多少场演出 李正 一个月 刘长老 差不多 我最多的时候是这个月演了44场 这个月 对 你这么一说 那个大卫老师也想跳槽了 但是我想问李正的第一个问题 相对尖锐一些 好的 你已经火了一阵子了 对你来说 你现在有没有遇到创作的瓶颈 我三年前就遇到了 三年前就遇到 对 多谦虚啊 三年前遇到 然后就一直火了三年 你这要没遇到的话 我跟你说地球都装不下你 他的意思是 他现在说的段子 是三年前的段子 我还是有心的 人家就说了三年 对 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其实因为现在是 因为演出多了之后 其实反而大家都把这个当成工作了 不是当成爱好了 就没有时间来创作内容了 像我们之前的话 一周可能一场演出 或者两场演出的话 是有时间来写自己的段子的 现在其实有利有弊吧 我感觉 就比如说像这个写一篇文章 主语畏语等等 包括时间地点人物 这个写段子 写脱口秀 有没有套路或者是模板 就是每个人的气场 还有那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的创作手法 也不一样的 就基本上有的那种 相当于就是现在 就比如现在比较大的一些 脱口秀公司 会有一个固定的模板 然后让大家来照着这个模板 来一直在这写呢 这个行业吧 就是说简单也简单 因为十个人都能上台讲段子 但其实真的能把观众逗笑 倒入到这个情景里面 还是很难的 还是挺难的 哪里难的 就您看我现在上台 还是比较轻松自然 因为我三天前上台的时候 下面做个五六十个人 我讲一个段子大家不笑 哎呀我特别的尴尬 我说完了 这个是不是不好笑啊 怎么怎么办 但凡有个观众 就这样插着腰 我就以为他要干我他要打我 我特别的害怕 但是现在无所谓了 我讲我的对不对 无所谓 你是这样讲了四十四场是吧 哎呀非常的幽默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 不是 那他要是这样讲了四十四场 我感觉他应该挺扛打的 应该说是啊 所以最难的是不是 看着要很普通 但是要台上非常自信 对我就是普信男嘛 哎 怎么了 我喜欢你这种自知 普通用自信对不对 对 这种男人要给你点赞 说脱口秀 你有老师是吗 对 你的老师是谁啊 叫田龙 你是什么时候跟他学的 我是17年 因为就是我们刚入行的时候 我同一批现在所有的人 基本上已经很火了 火得发紫那种 就是我们当时同一批培训的朋友 你们同一批行业的人 现在有没有混得不好的 有没有比你混得还很不好的 有太多了 你这个行业像你这样 能有舞台演出机会 能靠这个谋生的比例有多长 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虚假繁荣 就现在演出太多了 但是除了一些线上节目的一些特别演员 像我们线下经常跑各种场排的一些演员 已经不够用了 像北京现在都已经快有20家俱乐部了 基本上每周上演能够实际场 但是真正能上台的演员 就我们这几个人 就是基本上就来回串着场 来回跑着演 就已经不够用了 所以是个人就能上台 我就想借着你这句话往下说 我企业里面有一名员工 大概在2020年的12月的时候 跟我发了一个辞职信 跟HR 就说我不干了 我要讲脱口秀了 然后到现在呢 也没有讲出什么名堂 然后前段时间我们就说 那不行就回来吧 我想表达的意思 现在年轻人 对舞台的渴求和渴望感很强 但是我希望能从你专业角度 给大家点建议 给大家一点建议 我就希望大家不要来说脱口秀 对吧 我觉得这个行业已经要到头了 就因为你们要不说的话 就没有人跟我抢饭吧 不是 就不要跟我抢了 你们就上回你们找工作吧 舞台逗笑就是幽默 交给我们就好了 好吗 可以可以 好 谢谢李征 说到这儿 你刚才提到你的老师 我此时此刻 倒是对你的老师 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接下来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李征的老师 田龙也感谢李征 谢谢 谢谢 谢谢老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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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